感兴趣的话你们找两个代表下课到我这儿来 下午的时候可以课外 好那我们现在呢开始上课 那个我们接着讲那个就是数字基带传输中的相关的问题 回顾一下 我们说了数字那个通信在点对点传输的过程中呢 我们会关注我们进入到 我们在传输的时候 会做这样几件事 就是数字信号呢 要通过通过一个编码器的形式呢 把要传送的消息呢 便影射成这样的一串 一个一个消息序列 然后不同的影射方法 我们叫做码型的编码方法呢 会对所进入信道中的这个随机数字序列呢 的频谱有影响 因为谱呢既由它的发送滤波器波形形成的这个呢 有影响 也和它的影射方式带来的这个TA这个谱的呢 有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研究的是什么呢 就这个消息序列 以不同的码型的影射方式的时候呢 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们常用的通信中的这个传输码型是如何选择的 我们就先解决这个问题哈 基带信号码型选择呢 有这么几个设计原则 就是我们虽然知道不同的影射会带来不同的影响 但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根据我们在传输中对码型的希望呢 做了这么几个原则 第一个呢 肯定我们希望这个信号呢 最好是不要有直流成分 并且呢 占的那个信号的谱呢 应该是比较集中 也就是说 它传输的码型占的比较窄 比较好 对吧 节省资源 为什么不应该含有直流成分呢 我们学过电路 我们知道 如果是有直流成分的话呢 如果在传输过程中 有溶性的那个元器件的话 电溶的特性是什么呀 隔直通胶 那直流就给滤掉了 对吧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传输码型中呢 不要有直流成分 而且呢 它的那个就是频率比较集中啊 不要那个从低频率到很高的频率 如果能设计成这样 是我们希望的哈 再有呢 我们希望呢 传的这个码型里头呢 有比较丰富的定时信息 因为数字通信呢 它发一个码在接收 在接收的时候呢 要很准的 我们叫很 得到那个和发端同步的 这样的一个定时信号 我们希望呢 在接收端能够比较容易的 得到这个定时信号 再有 就是 如果不能直接得到 也应该是容易 通过比较简单的变化 得到这样的一个定时信号 还有呢 我们希望这个码 本身呢 能够具有一定的 检测能力 等等 对吧 能够让 能够有一定的 监测 这个信号质量的功能 如果能有这样 是我们希望的 对吧 再有呢 我们希望呢 传输中呢 那个如果有误码的话 不要因为这个误码 使得后续的码呢 都误 这个在通讯中的术语呢 叫误码的扩散 我们不希望这个码呢 有误码的扩散 再有当然了 我们希望这个码呢 比较容易产生 比较 就是设备比较简单 比较 性价比比较高 等等等等 这些一些设计准则 在这样一些指导思想下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些 常用的 把这个消息序列 影射成这个传输码型 然后呢 再进行传输的 这样一个常用的码型 这个码型呢 比较经典的 就是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 我们叫AMI码 这个AMI码 是个什么码型呢 它是这样的 假如我们传的是 1010的二进制消息序列 那么把它 BN的那个序列 影射成AN的时候呢 它以这样的编码规则 来 就是影射 或者叫编 1的时候呢 是101-1 1-1交替的 就是1的时候 交替出现 没问题吧 0的时候呢 还维持是0 它这编码规则 特别简单 对吧 所以它也叫 传号交替反转码 这个传号 控号呢 是起源于最早的通信的业务 最早的通信 一个电话 一个电报 对吧 电报呢 就把那个有脉冲 滴滴答答的那个 有脉冲呢 就叫传号 控的那个 就叫空号 所以呢 它就沿用了 有脉冲 就叫传码 那传码的那个急性呢 它是交替的 就一个证 一个负 一个证 一个负 因此进入到信道中的这个1010序列 脉冲 大家想想 应该有几个电瓶 三个 对吧 就是正负 还有零 对吧 零 好 这条的编码 那个原则 原则 那么 但是它那个脉冲呢 它是这么选择的 就是 一秒钟传送多少个马源 它的速率定了 对吧 那么速率定了呢 马源的间隔就定了 间隔定了以后呢 那么当你真的 采用AMI码的时候 那个码型的选择呢 我们选择的是 归零码 那通常来说就叫 半归零的 就是 每个间隔之间的一半 用来传脉冲 另外一半是空的 就是那个 t等于 1 2 ts 就是这样的 好 就是这么一个 那么在这个规则下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一个应用 这是一个消息序列啊 一个消息序列 这个消息序列呢 如果我把它影射成 AMI码 或者编码 编成这个AMI码 1的时候 第一个 你假设随便 对吧 正负 就这么两种情况吗 你如果第一个是正的话 下一个呢 就应该是负 对吧 那么0还是0 以此类推 可以得到这样一串码 哎呦 可以得到这样一串码 这个码呢 马源的间隔呢 它是这样的 一半呢 是脉冲 就是得到这个序列 这个序列 一看得到这个序列以后呢 编码很简单 你就可以分析一下 那这个码呢 当那个 年龄的时候 多的时候 你在传输的时候 变成什么呀 一串零电瓶 对不对 和不传的时候 是不是一样啊 哎 因此呢 这个码有缺点 有什么缺点呢 它年龄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 是码 在什么时候定时何以啊 你就不知道 比如你这个 你就很方便的知道 这一 然后空 然后这是 这还是一 对吧 这是知道 你这年龄的时候 跟不发时候是一样的 你定时信号取得准不准 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年龄是不好的事 不好的事 再有一个 从统计上来看 因为它一个正要 一个负要 对吧 统计上来看呢 它的平均直流成分 是不是应该是零 对不对 最多你卡在哪 一个正 一个负 一个正 就差一个 对吧 就是那个平均直流成分 是应该是零 这些信息有了以后呢 那我们就知道了 那这个码 在接收的时候 有没有一定的 检测能力 检测能力啊 我收到这个码 你看你会怎么去恢复它 收到这个码 收到这个码呢 如果是有脉冲的时候 应该是一正一负 一正一负 对不对 假若呢 我收到的这个码 破坏了一正一负的规则 我知道肯定是有错 是不是 那检测的时候 检测的时候 随便举个例子 就正负正负 它的规律变化了 那么如果我用一个 二进制的加法器 你想想 一正一负 出来的时候 不可能是出二吧 要么就是一 要么就负一 要么就零 对合理的 对不对 假如这个加法器 出来一个 不是这个值的 是不是就肯定有错啊 那我就是不是有一定的 码有一定的 检测能力 我知道他错了 对吧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位错了 这是他的好的地方 那么这个码型呢 是属于早期的 CCITT建议的 北美的一次群的 这个接口码型 就是这个码型 是属于常用的一种 接口码型 接口码型 但有一个缺点 就是年龄多的时候 不太好 对吧 不太好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讲的传输码型 再讲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码型呢 是这样的 刚才呢 AMI码的特点呢 我们也叫做 一个二进制码 变成了一个三电瓶码 所以也把它称为 一个 变成一个 就是二进制码型 传输的时候 可能是三电瓶中的 一个 对吧 三电瓶中的一个 那么 它的缺点呢 年龄多的时候 定时啊 可能会丢失 然后不知道 它那个 心道中 有没有 那个传码 对吧 那么就对它 做了一个改进 我们叫 HDB3 也叫三接高密度 双极性码 那么怎么编码呢 它的编码规则 是这样的 假如二进制 消息系列来了以后呢 我先把它 做成 AMI码 这个一做 AMI码的时候 是不是 腰的时候 就正负正负 就交替了 对不对 然后零就还 恢复成零 然后你就数 这个零的个数 如果这个序列中呢 零的个数 不超过四个 那么这个时候 HDB3码 和AMI码 编出来 就是同样的 没什么区别 一样的 然后呢 只有当 零的个数 超过四个的时候 那么呢 我们就要做处理 这个时候呢 AMI码 和HDB3码 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AMI码呢 那么连龄的问题呢 就通过 HDB3码呢 得到解决 怎么解决的呢 它是这样做的 当有四个 集四个连龄的时候 把每四个连龄的 那四个零 作为一个取代结 用一个 一组码去取代 哪四个码呢 也可能用 000V来取代 也可能用B00V来取代 注意啊 我说的是 000V和B00V呢 那个V呢 也是一个脉冲 也是三个电瓶的 正脉冲和负脉冲 那么为什么用V呢 这个V呢 是替代那四个 取代结中的零的 那个V呢 是取了这么一个 编码的含义 就是 Verulation 破坏极性交替规则的 也就是说 每个V 加上的时候 都破坏了 码的正一 负一的 这个极性交替规则 就是他原来是正的 就还出一个正的 他原来是负的 还出一个负的 那么什么时候 这个000 就是四个零 用000V替代 什么时候 用B00V替代呢 取决于 我数这个码 这个四个连零 又碰到四个连零的时候 这中间一的个数 就是来一的个 一的时候 不是正负正负交替吗 那他可以数奇数 还是偶数 对吧 当时奇数的时候 我就是 前的一个替代节 到中间又出四个连零的时候 中间一的个数 如果是奇数的时候 我碰到这四个零呢 我就用000V来代替 然后这个V的极性呢 是和他最靠他前面的那个 不是零的那个脉冲 极性一致 如果不是V 不是破坏极性一致的话 那个所有的电码 应该正负正负 对吧 他就破坏了极性交替的规则 所以我们为了区分 我们用V破坏点 那什么时候 那个四个连零 用B00V来代替呢 那个B的含义呢 其实也是发正负脉冲 它是说区分于那个 四个连零里头 那个替代的 它是balance 就平衡正负正负规则用的 当那个前头有正负正负 然后有连零 一个替代节 又有正负正负去数 然后又有四个以上的连零 又碰到连零的时候 数这个替代节和这个替代节中间 一的个数 如果是偶数的时候呢 那么我再碰到四个连零的时候 我编码的时候就出 B00V 这个B就是平衡的 这个B没有说急性不一样 对吧 我加一个B 就多加一个脉冲 然后这个时候V呢 是和它最靠近它的 那个B急性一样 急性一样 好 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 好 你看 连零的个数等于四的时候 如果不为 就是小于啊 就是这个1010这样编码 它没有四个 及四个以上连零的时候 这俩码是一回事 如果有四个 四个连零的以后呢 它每四个 就一个取代结 去替代 然后替代的编码原则呢 是这样的 四个连零的时候 用这个 或者这个取代 V的急性呢 是和它最靠近它的 一个急性是相同的 破坏急性交替用的 B呢 其实呢 还是正负正负的 它是balance 平衡那个正负正负一的个数的 因为我们希望 在统计意义上来说呢 这个10呢 应该是均值为零 平均直流成分为零 待会我举个例子啊 就可以看到 好 如果这么取代了以后 你可以看到 这个编码以后的码 无论用户信息 怎么样去选 它都不会存 这个传输的码里头 不会超过四个零 对吧 它连零的个数 无非你 无论你用户 怎么怎么怎么 发送你的码 那我传输的线路中 不会有四个以上的连零 对不对 好 这是它的特点啊 那它的正负正负交替 就比较频繁了 所以它定时信息呢 也比较好 然后AMI码中的 平均直流成分为零的优点呢 也保持了 好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这个应用呢 是在 我们国家的电路 用的是这种 这种HDB3码 所以HDB3码是一个 特别在我们国内 讲的比较多的一个 线路传输码型 就是从传统的电信的 集中的芯片接口上来说呢 世界上存在两大系列 一个是T系列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叫做一次群接口 那叫T1那个系列 北美 往上走 T1 然后四个T1 可能变成T3 什么等等 那这个呢 就是你看 这个 这个是一个 一万系列 然后呢 一万系列呢 是我们也叫一次群 然后四个一万系列呢 组成二次群 然后这些接口 然后四个二次群 组成三次群 传统的电信的这种 那个从小用户到多用户 那个集成的时候 线路编码呢 都走的是这种线路码 所以我们国家呢 又走的是这种 一万的这种 这种这种体系 所以这种线路编码的码型 咱们得知道 你编码本身不难 对吧 但是知道它的什么原理 这是 讲 我举个例子 就大家就知道了 这一块消息序列 这个消息序列 如果把它变成AMI码 是不是你就是正负正负 就行了 对吧 零还维持零 三个电瓶 就是这个 一个banner变成 一个turner 传输 传输 对吧 三个电瓶传输 这没问题吧 然后这里头呢 一看 这个原则里头 这有超过四个零的吧 所以呢 可能在编程 就是会连龄太长 我们可能做一个改造 我们把它变成HDP三码 HDP三码的时候 我编码的时候 就正负正负 这么交替 然后呢 四个连龄了 有一个取代节去替代 怎么取代呢 我可以做一个假设 假设序列之前 第一个破坏为点的时候 为复微 你这自己假设的 你就 当然了 你也可以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零嘛 你总没有一个开始 对吧 你就做一个假设 它就是两个情况 那么如果是复微的话呢 那么我这时候 再取这个一的这个 这个个数 是多少啊 三个基数个 对吧 基数个的时候呢 你那个取代节 就应该用000为来替代 然后这个微的符号 是不是和和他最靠近 他的这个符号呢 就一致破坏了 集挺相间的那个规则 然后呢 再接着往下排 就这些排 排完了又又走到这 走到这以后呢 又有四个取代节 这个取代节呢 和前的一个取代节 和他前头一个 就是极性一致的 这个这个的极性来说呢 这数一的个数 是不是就偶数个呀 偶数个 我再用取代节的时候 我就不用000V了 用B00V B00V 这个B呢 它也是正负正负交替的 它没说是破坏 这个极性交替规则 所以前面一个正 后面就是负了 对吧 然后呢 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个V呢 一定是和他最靠近 他的非0的符号呢 是一致 它永远是 这个V的存在 永远是破坏 极性交替规则的 然后这么取 然后呢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这个呢 如果是AMI码的时候 是负的 要是HDB3码的时候呢 它就是正的 这样 这个编码呢 编的就是 就是编码以后 进入的这个信号 注意啊 这里头的V啊 B啊 V啊 是我们编码的时候 为了区分这个码的特性 算进来的 你在线路中传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呀 正脉冲 负脉冲 对吧 好 用脉冲来看的话 就是这样 那我怎么能看出来是 那个哪个是取代结呀 这是不是有个 急性相交的呀 这就这个码 急它前头的三个 都是应该是零 那么我要在 一码的过程中 我是不是 这几个放在一起 我都出零就对了 对不对 好 再往前走 然后呢 这是负正负正 你看 这又有什么呀 是不是又有 急性一致的了 一有急性一致以后 我就把这个V 和 这个前面的三个码 一共四个出成零 是不是就对了 如果要是只是AMI码 我在接收的时候 不是有编码传出去了吗 应该还有一码回来 对吧 那我怎么一啊 如果是AMI码 正负正负 那我只要是发到 正脉冲 负脉冲 我都把它一成一 剩下的我就一成零 是不是就对了 而这个码的一码的时候 是要什么呀 正负正负 肯定是这样一一的 但是呢 它就得延时一点一 你想是不是 它得看 它这个是不是四个取代节 是不是有 有那个急性一致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要是中间有一个 传马传错了 怎么办 它可能会影响 那个取代节 就是会有一定的叫物码传播 对吧 就是它有可能一下 本来是正负正负交替的 它是传错了 传错了以后呢 它会误认为是四个变成急性了 一样了 对吧 它会把急性一样的这个码 及它前面三个码 翻译成四个零 这是它的不好的地方 是不是 好的地方呢 你用户的信息随便组合 你全发零 没问题 是不是 我都能够给那个传过来 传过来 好 这就是比较那个 我又举了一道立体 这个立体 看来为什么举 假若是一个破坏点 是这样的 钱都是正的 然后呢 有四个连龄的时候 数这个一的个数 有四个连龄的时候呢 数一的个数 是一二三四 所以用B00V来带 对吧 然后那个 以此类推 然后呢 再做 那这个 再做 好 一码的方法呢 将取代结 就是急性一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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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结 急性一致的这个结 都翻译成四个零就好了 甭管是零零零V 还是什么 就是反正把那个V前面的三个码 加上那个 一样的那个 翻成四个零 然后再整流 就可以了 这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我就翻译的时候 怎么翻译呢 一码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易的 对吧 举了一个例子 然后算 这因为不难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方法 然后也不用去 就是也能穷举 就这么点 唯一的一点啊 唯一的一点 可以那个说的 刚才我说的是这样 如果是长连龄 咱们就八个零 十二个零 然后十四个零 这么出 然后你这个怎么做 四个零 然后又四个零 这个零之间一的个数是什么 零个零算什么 偶数 你就用B就行了 然后就用B 那就知道了 就没有什么了 就这些 好 那这就比较简单啊 然后呢 说一下 这种码的影射 其实是不是有相关性啊 那码之间肯定有相关性 对不对 引入相关性以后 谱会变吧 如果是正常的 就是我们讲随机信号的频谱 那个脉冲窄了以后 它第一个过零点的 那个过零点的位置 是比较宽啊 假若是 TS是一个不归零码 那么T是TS的二分之一 如果不带任何的影射 就我们前头讲的 它第一个过零点的位置 应该比那个不归零码 应该是破大一倍 对不对 但是因为引入了码的相关性 所以它 你注意看它的这个码 注意啊 不归零的这个码 是这样的 到这儿 不归零的码 如果归零的话 脉冲窄一倍 不引入相关性 原则上来说 它第一个过零点的位置 应该是它的二倍的那个地方 它过零点的 对不对 现在你看它的过零点的位置在哪 是不是和这个非归零码的那个位置是一样的呀 那它的其实是不是符合我们线路传输的 我们希望那个脉冲那个站的那个主办的那个东西窄一点好 对吧 比较集中 再一个你看和不归零码的比 不归零码的这个地方 频率为零的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有低频成分和直流啊 而这种码呢 正负正负交替以后 它平均直流为零 对吧 统计意义上来讲 因此你看它这位置是这样的 那么在于好多那个传输线路中 这个低频衰后很大的地方影响就小 那么在传输中就有很大的优点 优点啊 这是讲的这两个码的谱的特点 注意是不是验证了 当这个码的影射之间有有那个不独立 或引入相关性的时候 会对它传输的谱呢 有影响 你就记住这个就够了啊 因为你看它也没有没有直流 所以它没有离散的那个谱 这是要说的 再有一个呢 再讲一个简单的 刚才那两个呢 是在咱们在电信的时候 那个出口 你们要是做那个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期 那个课里头有 现在通信技术上了吧 还有什么 就是对那个 通信电信网络的那个接口的那个 比如真结构啊 有E1啊 T1啊 那些口的时候 国内呢 咱们中国 那个大陆用的那个标准的 咱们电信的那个口 就是HDP3的那个口 然后呢 世界上不是说存在两类吗 一个T1系列的 一个是E1系列的 然后现在的那个芯片 大家想想芯片哪 哪做的多 做的好的 不是日本呢 就是美国呀 是吧 但是呢 国际的组织上就包括 当你这个两个系列需要转换的时候 由采用T1那个口的那一方呢 提供这个转换 因此呢 在做的芯片的时候 那个那个 就是咱们买到那个芯片里头 都有都有T1到E1的那种转换 所以我们国内用的是T1 那个就是E1的这个 HDP3码的吧 你就直接用就行了 但是直接 它肯定有个能够转换过来的 就同样的芯片就可以做 就知道就行了 这个地方不难 知道就行 再有一个这个 曼特斯特码 也叫双向码 这个就是咱们以太网 那个用的那个线路码 就是1的时候变成10正负 然后0的变成01 那它的缺点是 它是什么呀 它是一个码变成了 两个码 注意啊 和刚才讲的线路码 哪不一样 刚才的是一个二金质码 变成三个电瓶 对吧 然后呢 是一个半归零的码 对吧 那么现在曼特斯特码 也是以太网用的这个码 它是什么 一个二金质码 变成了两个二金质码 对不对 它1的时候变成正负 0的时候变成零正 对吧 这么着用 然后呢 它就每个码都有一个翻转 有一个变换 缺点是什么呀 我这个消息过来以后 到了线性传输的时候 它的速率怎么样 提高了一倍吧 本来信源传1010 对吧 我这么一变换以后 是不是double了一下呀 速率增高了 速率增高了 占的传输带宽怎么样 宽一倍 宽一倍 这就它的特点 双向码 这就不用那个特别的说了 这个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这个呢 三个典型电路 三个线路码 这个Miller码 我们不讲了 这个Miller码 原来是那个 就是咱们做那什么 往磁带上传的时候 传的那个码 现在磁带都淘汰了 所以这码 不用记也不用背 你要看早期的书或是哪个书上有 咱就这个pass掉 pass掉 因为原来磁带是一个特长用的 那个传输介质的 那个保存的形式 咱再找那个找这个 再看一种CMI码 CMI码呢 也是一种 一臂变二臂的码 它变换的准则是什么呢 它在光的接口上 采用这种码形 它就是 码来了吧 也是两个 它是来一个腰的时候呢 变成 腰 腰 然后再来腰的时候 变成 负腰 负腰 就是腰的时候呢 一个腰变成两个码 一个码变成两个码 就是一臂 二臂 变成两个码 但它那个 变成两个码的过程中呢 腰呢 是正负正负交替的 然后零的时候 每一个零都变成零一 零一 就零的时候是规则的 变成零一零一 但是腰的时候 正正负负 正正负负 怎么交替 很容易吧 然后你就知道 大概有一个印象是这样的 然后呢 有个编码规则 你看吧 就变成这样 这很好记 很好记 也不需要那什么 也是来回变 它这个呢 是主要是光接口的时候用 这咱们就讲这么四种码形 剩下的呢 就不用了 这种码形呢 我为什么觉得 然后你以这种线路编码的方式呢 给扩展一点 注意啊 我们要求掌握的就是四种 刚才记住了吗 AMI码 T1的口 SDB3码是对AMI码连龄的改进 然后呢 曼彻斯特码是我们以太网的线路码形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光的接口的码 CMI码 然后这种线路码形用不着穷局 我稍微给扩展一下就知道 你就知道这线路编码是有这么个编法 你还能看到很多 比如啊 NBMB 我们能看到哪些呢 比如我举个例子 那个阿斯克字符 它是七位码是有用的 然后它是八个比特吧 是不是就等于七B变成了八B 那个一B是怎么变的 它有个规则 G偶角验 它有一个内在规律 G偶角验 就是一定要它这个八个里头的 一的个数符合一个 要么是基数 要么是偶数 对吧 它也是一种吧 就是NBMB 对吧 M要大于它 还有一种的码呢 是那种 我们可能看 比如你学光的时候 能看到 看到什么 5B6B 5B6B 5是用户的信息 组合有多少种啊 2的5次方 对不对 32种 对吧 32种 然后呢 那那个6B呢 就应该有64种了 对吧 这64种里头 选择哪些作为线路传输的码呢 我们这么挑 先挑 1的个数和0的个数一样的 给挑上 然后呢 那个不连0 不连1的给挑上 就挑那个比较好的 就什么叫好的码 我们线路传输码 不是有个要求吗 希望01 比如等 均值为0啊 什么什么 丰富的直流啊 有一定什么 就挑那个码 那么这个码呢 就很简单啊 你这个信号一来 是哪个 我就影射成 六个码里中 比较好的 然后连0的 五个0的时候 我肯定也不会取那个0 对吧 先把三个0 三个1的都挑完了 再挑四个1 比如说是两个0的 这样选 选了以后 有个码表 一查就出去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 每个六个码 就对应着翻译成五个 那就去掉了好多 我们说不太好的 或者说 对我们传输中 不利的那些码型 就不在我们的编码表里 这也是一种方式 以此类推 我就不再说了 然后呢 还要如果有的话呢 还要有的话 还有这个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一B一T 对吧 三个电瓶 可以扩展 还有好多种 用着都讲 你用到哪个 你真的用到哪个 你自己看看编码规则 就行了 我们掌握的就那四种 是不是很快 就过了 然后呢 这个编码的规则呢 你可以 做点那个仿真 这是我们做了一些这个 就是谱 这个 HDB3的 你看 他过零点的位置呢 是在这儿 一个周期TS 和那个不归零的码 第一个过零点的位置 是一样的 他为什么会 会过零点的位置窄呢 是因为 他码之间引入了相关性 这么着 你可以算一下 然后呢 这个 曼彻斯特码 曼彻斯特码 一个1变成一个10 然后一个0变成一个01 然后他的那个 第一个过零点的位置 怎么样 是那个不归零码的那种 多少 二倍 可以算一下 这个 然后呢 那个 我们还可以接着看 其他的 其他的 刚才我们算的时候 都默认 10是等盖的 如果10不等盖的时候 是不是还得算一下呀 你记得 因为我们算那个功率 普密度的时候 是不是得要算 平均值啊 方差啊 那都跟码源出现的概率 也有关系 如果不等盖呢 你是不是还可以再算一算 算一算 不等盖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就是 我就随便举了几个例子 这就让学生给做两个图 我觉得这图做的还行 我就给贴上了 你们可以愿意的话 自己做一下啊 自己做一下 这个就扩展了一点 了解的就那四种啊 了解的就四种 这很容易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该讲什么呢 这个点对点 传输过程中呢 有两件事情 我们其中呢 一个是编码的那个规则 选择 然后讲完了 还有呢 就应该是脉冲的选择 但是在讲脉冲的时候呢 我们想先 先做一个进一步的分析 就是在这个系统接收的时候 会碰到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呢 对它那个接收性能有什么影响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呢 就是讲在 加性高斯白噪声信道中 AGWN 就是加性高斯白噪声的信道中 基带传输系统的接收问题 注意啊 在这里头 一讲到它的接收和性能的时候 脑子里需要建立一个什么 接收模型 在什么的假设范围下得到的结论 因为你后面学习的时候 你就该修正你前面那个假设中 可能假设哪变了 条件哪变了 对吧 好 那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做的呢 有这么几个事 第一个 我们刚才呢 讲了线路编码的问题 线路编码的问题 其实是什么呀 把我们要用的消息序列通过码型的一种编码方式 然后影射成我们要送到信道中的这个AN的这个序列 对不对 不同的引入呢 可能会对那个PA有影响 对吧 好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传输的脉冲 脉冲波型 那么呢 假如这个问题已经选择好以后呢 我们要送到这个信道中去 送到这个信道中去以后呢 这个 送到信道中去以后 送到信道中以后 这个信道不一样呢 可能对你那个脉冲的形式 选什么形状的呢 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先做一个假设 假设呢 这个信道呢 它没有什么限制 除了假性高斯白造生的影响以外 没有其他的影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接收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性能有什么影响 然后再看看 这个信道呢 受限制之后 对接收有什么影响 我们分开来讨论这个问题 就在发端呢 有两大事呢 我们先 先放在这 就是一个是消息序列 通过编码以后 变成了这样一个脉冲序列 脉冲序列呢 不同的编码方式 带来的这儿的影响不同 不同的脉冲形状可能也会对它的谱呢 有不一样的影响 我们先知道了哈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什么呢 这个信号 再加上信道中的噪声 到了接收端 到了接收端 接收端呢 收到了这个信号以后呢 不同的接收的方式会对这个接对这个一码的结果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影响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信号呢 简化成这样的一个了 就把这个传输过程简化成这样一件事 就是显然我不同的接收方式可能会对我这个判决出来的这个序列呢 会有不一样的 我们希望是什么呀 这个序列和我影响出来的那个AN序列是一样的 对吧 如果完全一样的话 我只要有什么样的编码 我再把它一回去就就就就完成了啊 就是那个通信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吧 而且是我们希望的这样一个过程 好 那么我们先看看噪声 噪声呢 就是典型的 我们学过的 就是啊 信道中的是加星高斯白噪声 通过接收滤波器以后呢 这个接收滤波器的这个传输函数 如果是他的话 那么再接收到这一点 抽样判决 receiver signal 就是抽样判决得到的这个信号 这一点上得到的噪声呢 那就应该是这样 注意啊 在接收滤波器取出信号的同时 那么得到的噪声是多少呢 是信道中的高斯白噪 再加上这个这个没问题 对吧 没问题 那么这个信号呢 也是一个高斯的平稳过程 假定呢 信道中的啊 均值为零 方差是他的话呢 那么收到了这个信号呢 他的一维概率分布 也应该是个高斯的 这个没问题吧 假如我这个接收的这个滤波器 是一个线性滤波器的话 高斯过程通过线性变换以后 这一点的噪声 依然是个高斯的 需要算这一点的均值方差 就可以写出这一点的噪声的意味 概率密度分布 没问题吧 这是我们学过的 好 我们把这个写到这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整个接收的这个过程 很形象的就说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们判 发一个码 是正负的双极性的这个码 那么通过这个信道传输以后呢 那么我们在接收端呢 由于有加性高斯白噪声的影响 那么我们收到的信号 和发端的信号不在一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有可能呢 变成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也是按照发的节拍在收 那么可能呢 收的结果呢 是这样 和我们的判决电瓶去做比较 那么小于这个判决电瓶的呢 我们判成零 判成零对吧 判成零 那么当噪声叠加到信号以后 影响了他的正负这个急性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误判呢 这就是一个 我们能够理解的和直观感受到的 噪声对传输信号的影响 但是我们接下来想是说 我不是知道这个过程 我想知道量如何 它的影响到底多大 是我们现在就要把这样的一个判决过程 判决过程呢 用定量的方式把它算出来 算出来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高斯白噪声的影响下 那么对这种误判的概率到底是如何 那这就是我们下节课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就按照不同的接收方案 可能对性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噪声越小呢 越不容易误判 对不对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抽样的那个直上 抽样的那个直上 如果信造比越大 就信号功率越高 噪声越小 越不容易误判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其实对接收的波形 不是很在意 我们只关心抽样点上的那个直是不是 无判 对吧 再有一点 我们需要注意的什么呢 就判决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个和一个电瓶去做比较 对吧 那么设置什么样一个电瓶呢 最合理 其实也是我们设计这个系统中关注的问题 就这么几个问题 这么几个问题 因此呢 在判决的时候 要找一个最好的判决门线 和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呢 它的信造比 就是最大的时候 它的物码率到底多大 多大 通常来说呢 接收有两种方案 一种呢 最常用的 就是用一个低通滤波器取出信号 还有一种呢 就用匹配滤波器 那这两种接收的时候呢 对那个接收端性能影响多少呢 我们可以分别去看一下 分别去看一下 我们先看这第一种吧 这种 这种的时候呢 只要是算性能如何 第一件事 你就得把那个接收机的那个 那个整个点对点通信的那个框图 你脑子里就得有 是在什么样一个数学建模下得到的结论 因为你的那个数学建模要合理 你的结论就是适合那个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要看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结论是什么 首先啊 这儿是一个假设了一个RPM 就两个脉冲幅度的 那么每个脉冲的那个间隔是这么多 信道中间 你注意看这儿 只是加了一个高丝白噪声 也就是信道对信号的影响 除了高丝加性的那个噪声的影响以外 没有其他的影响 好 这第一个假设 第二个假设呢 我接收的时候呢 我用了一个低通滤波器去收 取出这个信号 低通滤波器 这个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多少呢 那么我们就假设呢 这个书上好像给出来 我这给我删掉 它是书上的假设呢 通常呢 它是大于TB分之二的 对于一个这个马源是不归零的马来说呢 第一个主办带宽是多少 T分之一吧 TB分之一 对不对 那就它大于TB分之二呢 应该是两个主办的 然后它大于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主要能量进来了 主要能量进来了 那个这个滤波器呢 其实设计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呢 尽可能的把信号都取出来 那个把噪声抑制掉 为什么它有一个截止频率呢 理论上来说一个举行时间有限的脉冲 然后频谱上应该无限宽 对吧 但是它的能量呢 是随着主办的往后呢 它越来越小 我们就取一个主要能量 它是这样的 但是它在工程上的意义呢 它不是一个非白即黑的事 所以它就大于两个主办 差不多都取出来了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取出来以后呢 你看它这做了一个近似 为什么 其实因为我们只关心 只关心这个抽样的时候 这个值 所以呢 我们就假设双极性的不归零码呢 到这儿啊 到这儿 到这儿 发的呢 是发1的时候 它是正电瓶 发0的时候 是负电瓶 在这个不归零码 在0到这个TB范围内 是一个矩形脉冲 就是它 接收过来以后呢 接收过来以后 到这儿 到这个信号的时候呢 它是信号和 就是噪声之和 对吧 噪声之和 到这儿 通过这个信号以后 通过这个信号以后呢 这儿 变成一个低 这个从外 从白噪声 变成了低通氯波器 带线以后 截止以后的噪声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头 你看 这个SCI呢 还是一个符号 表示什么呢 尽可能的取出了噪声 有一点近似 为什么呢 我们假设在这个范围内 这个信号全取过来了 就是我这个SI 实际上是描述的这个 在一个马源期间内 它的幅度是长数 其实这儿 是不是做了一个近似啊 就是你在这个范围内 可能是有一点能量损失的 没考虑这点能量损失 强调一下啊 然后呢 一个节拍呢 抽样判决一次 就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们把 我们接下来的事情 要做的是什么呢 看看在这样的一个接收情况下 它的物码率是多大 对吧 物码率是多大 让它的变成是什么呢 就刚才我们那个判决 出物码的那个过程呢 其实变成了什么 假若啊 假若这个信号发腰 是不是应该这个呀 噪声是不是叠加了一个 这个噪声啊 那就信号发腰的时候 信号和噪声的和 发腰的时候 信号和噪声的和 如果呢 是大于判决门线的 这个时候就正确 如果信号和噪声的和 发腰的时候 是小于判决门线的 这个时候就雾马 那么我们的问题 是不是就转化成 信号和噪声的和 在抽样那个时候 和判决门线去做比较 如果它是双极性的 发的是正电瓶 那它出现小于门线的 那个时候就雾马了 实际上我们算 就是发腰的时候 信号和噪声的和 小于判决门线的概率是多少 就是一马 雾马 雾成零马的概率 同样的零马 雾成一马是什么概率呢 发的是负的哈 信号和噪声的和的结果 在判决时刻 大于判决门线了 那是不是 发的负的就雾成那个一了 对吧 那就判这两个 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接着 把这个定义